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当地时间13号凌晨 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9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3人伤势严重 枪击事件发生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队 丹佛绝金队的球场外 当时现场球迷正在庆祝丹佛绝金队 夺得本赛季总冠军 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击事件发生前 球场外的球迷曾发生混乱 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逮捕 当地警方表示 尚不清楚枪击事件是否与庆祝活动有关 案件调查仍在进行中